好 知道这就行了 在欧洲的近代化的思想当中 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叫斯宾诺沙 你们这大概是第二波 就是学新科标的人才学他 以前根本不学这人 所以你知道大学里 你可能问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斯宾诺沙是谁 斯宾诺沙这个人对后世高度评价 甚至西方哲学史 西方思想史 基本上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 所有的近现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都是透过斯宾诺沙摩的镜片 在观察这个世界 大家现在知道这是一抹眼镜的是吧 其实他是个犹太人 他是个犹太人 他的祖籍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犹太人 他的父亲已经移居到了荷兰这个地方 当时是荷兰 就是尼德兰这个地方 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那么在这 他的父亲地位很崇高 已经坐到了犹太部族里边的 就相当于那个大教掌 那个水平 犹太人叫拉比 叫大拉比 他的父亲地位既高 学识也渊博 家财也非常丰厚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生活的很好的一个人 但是由于斯宾诺莎从小就好思考 思考出很多跟自己的民族信仰不大一致的东西 最后他宣称他信不了犹太教 你说这玩意能一自决于人民 他就被开除出犹太教的社区 最后家财也没他份了 他就跑去磨镜片 因为磨镜片维持生计 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劳动保护 所以大概吸入了太多的玻璃渣子之类的东西 最后英年早逝 这个人活的时间不长 但是就他短短的一生当中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思想 令世人震惊 后世几乎所有的西方民主的政治思想 基本全能从他身上找到痕迹 斯宾诺莎 他生在荷兰 长在荷兰 荷兰的这种发展对于他的思想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我一直觉得荷兰这个国家是很神秘的一个国家 这当然跟我个人的爱好有关 我支持荷兰队已经超过了25年 我支持荷兰队 橙色军团 那么你会发现荷兰这个国家太小了吧 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叫大国的崛起 在大国崛起里所谈的国家 英国 美国 法国 包括俄国 中国 日本 这都谈到了 他有一个第二级是荷兰 第二级是荷兰 荷兰这个国家内级的名字叫小国大业 荷兰无论如何都称不起一个大国 但它居然是世界霸主 居然当过世界霸主的 你们需要想想中国当没当过世界霸主 中国没当过的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荷兰这个国家 它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都曾经创造出令世人震惊的成就 尤其在经济上 尤其在经济上 那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一段历史重新回去看一看 荷兰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为斯宾诺沙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斯宾诺沙的思想里边 我简单提最主要的这么几条 第一 它是最早提出政治的目的是自由 政治的目的是自由 我们看到说政治这个词 中国古代有很多 没有一个人提到政治存在的目标是自由的 斯宾诺沙提出来了 任何政治任何政府你存在的根本价值就是为了捍卫自由 这很明显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斯宾诺沙还是社会契约论的提出者 今天我们把社会契约论这五个字搁在一起 通常都把它归在卢梭的名下 对吧 但是他比斯宾诺沙是最早提出社会契约观念的人 这在后代的像这个霍布斯 英国的霍布斯 洛克 法国的这些启蒙大师当中 这都是有所体现的 斯宾诺沙这个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 是值得我们特别的予以关注的 他跟荷兰的关系应该说很密切 好 我们来看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刚才我们提到英国革命是因为斯图亚特王朝的这种专制统治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摩擦 这个冲突越来越尖锐 那我们需要知道在英国直到今天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都有一种叫做惯例或者习惯法 就他们判决案子的时候有的时候参照惯例 而英国在当时有一个惯例就是议会的权利 在征税方面有最高的权利 国王不能随意的征税 这一点对专制君主来讲是不可认的 这个冲突的最根本的东西就在这了 那么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都多王朝时期获得了长足进步 这个不矛盾吗 都多王朝不是加强了君主专制吗 他怎么会发展资本主义呢 你一定要知道都多王朝 他是借助发展资本主义来增强王室的力量 在这点上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我们中国自古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基本特征是地方服从中央 中央服从皇帝对吧 皇帝是君临天下 真的能管到每一家每一户的 英国式的欧洲封建不是这样 欧洲的封建制度讲究一个道理 叫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这比较比较绕啊 我是国王 他是我的伯爵 伯爵是国王的附庸对吧 他后边下位帮骑士 那些骑士不听我的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我要跟伯爵打紧 他的骑士听他的 这就为贵族营造了一个可能的空间 贵族如果联合起来 相当于比国王的实力可能还要大 那么在王权与贵族权的这种争斗过程当中 王可能会想方设法的来发展自己的实力 而实力当中最重要的最表面的是军事实力是吧 最根本的是什么实力 是经济实力 所以当新河路开辟以后 英国成为北大西洋航运的中心线的时候 他获得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良好的时机 在这会儿谁能抓住这种经济 谁的力量就可以飞速的前进 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就是英国的都多王朝的这些国王 他们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 他也不知道发展这玩意将来对自己有害 但是他知道发展这玩意可以使我有钱 有钱我就可以有枪 有枪有武器 我就可以征服去全英国甚至全世界 你看伊丽莎白一世这人是最明显 他公开的鼓励海盗 西班牙人去抢美洲 英国人抢西班牙人 都省得装船了 你知道吗 直接把西班牙人坐着 把船开回来就完了 西班牙无比的愤怒 小女人怎么能这样呢 他们读了一下孔子的时候 发现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海盗都是小人 伊丽莎白是个女人 这两个凑一块太讨厌了 最后西班牙人跑过来 想把英国给征服 反而被英国给打败 这个事是1588年的击溃无敌舰队的战役 对吧 那么从那开始 英国走向了海上霸主的地位 海上霸主的地位 好 把这个弄清楚 我们知道 英国应该说 他的都多王朝的这种加强王权的统治 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会达到一定的临界线 突破这个临界线以后 专制统治就会阻碍它的发展 我请同学们想一下 如果伊丽莎白一世有孩子 斯多亚特王朝不在 这个都多王朝继续往下传 那么革命会不会爆发 革命还会爆发 当专制统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 不可调和的时候 不管谁在位 革命都是要爆发的 只不过都多王朝比较幸运的是 无后国徒了 换了倒霉袋 斯多亚特王朝来 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了 斯多亚特王朝加强专制统治 最终让英国的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不能容忍 在这我需要你特别注意的就是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 它跟荷兰的一个重大不同 荷兰咱们前面提过 拥有上万艘的商船 控制世界海商运输能力的一半以上 世界贸易的一半以上 一荷兰是典型的商业资本主义 而英国是比较典型的工商业资本主义 它的工业基础要远远超过荷兰 这就是使它掌握了虽然发财制付比较慢 但是非常稳妥的手工工厂 英国的手工工厂发展的非常好 我们知道英国最主要的手工工厂 原来是尼容液 对吧 尼容液是什么纺织 咱们说纺织也好多种 对吧 中国有哪些纺织也 丝织叶 麻织叶 棉织叶 对吧 英国是尼容液 尼容液叫毛纺织 就是纺这个羊毛 羊毛纤维也是很好的东西 你现在我们知道你穿的衣服 叫纯毛滑达泥什么的 那个都是尼容液这个泥子 英国的这个尼容液发达 它使得英国在发展当中 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圈地运动 我们知道当封建制 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时候 经济里面会有一些变化 圈地运动是什么呢 当人们认为 就是那些有土地的人认为 我把土地圈起来养羊 可以有大量的羊毛出产 对吧 尼容液的发展需要我的羊毛 我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而把这个地从耕地退还成那种牧场的话 我参与管理的人数会大幅度的降低 劳动力就便宜了 对吧 我可以少用人 对不对 这样圈地运动实现了两方面的成果 一方面把土地集中经营 成为资本主义式的牧场或农场 另外一方面将大量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 从土地上驱赶开来 那这些人只有到处流浪是吧 英国议会又通过了一个法令 叫流浪法 流浪法的基本原则是禁止流浪 当然法令规定很严苛 就在城里边如果抓住你 没有身份证 没有赞助证 没有这个证 没有那证 不是送唱平筛沙子去 第一次罚款 第二次脸上刺字 第三次砍头 绞死 就是死刑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样一来的话 麻烦就大了 这些农民被驱赶开土地 他本身可能没有其他的遗迹之长 又不能够到处流窜 你到城里来 你必须要有雇主 对吧 逼迫他们大量的进入到手工厂 这个变化就太重要了 你会发现地产成为大规模的经营 羊毛是原料 对吧 赚的钱是资本 劳动力是不是产生了 这种适合资本主义 手工业发展的自由劳动力 大量的产生 还有一个要命的事 他们原来在土地上都是自给自足的吧 现在被驱赶开以后到手工工厂去做工 他们也是拿工资的 而这个工资通常都是以货币方式来结算 这将极大的扩大什么 这些人原来都是自己种自己吃 现在变成了拿工资拿钱的人 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市场范围 一个圈地运动居然同时给英国带来了 资本 资本 原料 劳动力 和市场 给大家想想看 这样的结果 英国的资本主义能不飞速发展 能理解这点吗 好 我们如果看到这样一个结果的话 英国的资本主义飞速发展 而专制主义又不断的在加强 在查理一世统治期间 这事终于就爆发了 好 我们知道就行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新教 宗教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原因 有人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叫清教革命 那我就得在这提一提 新教里边出的这个国教 国教里边又分出一支叫清教 是吧 这清教徒真是震惊世界了 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被迫害 所以跺脚走了 到美洲去了 美洲的那些人基本都是清教徒啊 那些人后来建立了美利坚合同国 是吧 留在英国的清教徒 就发动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看起来 后来的这两大世界霸主 都是从清教这来的 都是从清教这来的 你要仔细想想清教徒的一些特色 这个对资本主义发展是太重要 今天比较经典的美国人的特色 咱不说美帝国主义 小布什那样长得跟猴似的 咱说的普通老百姓 一个美国人的基本特色是什么 你们要是能够跟他有交往的话 你会发现美国人一般都比较自大 比较无知 他有的时候对世界他真的不太不太了解 但是美国人都有闯劲 都有冲劲 背着个包就赶走 哪都敢去 因为四中跟很多的这种 就是国外的这个学校啊 机构都有交往 每年有几十拨人到我们这来 我原来就观察过 比如说我们在食堂做一桌饭 请这些不同的人代表团来吃的话 日本人通常情况下 他这个饮食习惯跟中国差不多 他能能接受 欧洲人里法国人是最得应的 法国人基本的什么都不吃 他就在表现这种贵族的 特别挑特讨厌 而且他不说 你就是很蔑视的 你们这个不行的 德国人比较实在 刚刚刚跟着吃 美国人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他准把每一样菜都给你尝到了 他知道有的他不喜欢吃 有的他纯中国的东西 他可能并不喜欢 但是他得试试 他觉得好玩 他觉得好玩 他特对就是美国人对好像对很多新鲜事物 他都有极大的兴趣 他就觉得这玩意太有意思了 我现在觉得中国的很多孩子 到你们这个年龄 你们的兴趣都被磨没了 对什么都觉得没劲 上哪去没劲 不去 哎呦 家躺着吧 睡觉吧 然后自个儿打游戏得了 打游戏最有劲 干什么都没劲 我这就是很可怕的一点 因为一旦你失去了好奇心 你就缺乏一种探索世界的动力 你觉得那玩意太累 太没劲 太烦人了 其实挺好玩的 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 能够疯起来 能够真投入的去玩 四中能有这样的 四中培养的经典毕业生都是这得应的 我前天晚上30号晚上我做慈善拍卖 我在四中做爱心社做慈善拍卖 我们征集了40件拍品 当场拍出23件 两个小时我拍到了12万多 我够给丽江的玉龙县的小孩子修两个图书馆 其中最值钱的一个拍品 是我做的一个特殊嘉宾 就是我们那的一个老师 他原来是四中毕业的 就是神经病人那样 我说你自己去拍 你拍的什么东西我都不用告诉我 他说我就不告诉你 然后自己蹦蹦上去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要拍的叫荒岛唱片 说什么叫荒岛唱片 一个最迟迷于古典音乐的人 将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10年 他只可以带10张唱片 那么这10张唱片就是他的荒岛唱片 那就是这个乐迷的命 他把他的命给拍了 他有10张唱片拿出来拍了 底下有一个净买者 也是四中毕业的学生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款 跟着碰碰碰 最后10张 大概他拍了9张唱片 两万五 这一项拍片就两万五 我当时都傻了 我本来还想出手拍一拍 一轮没过我就出局了 我过于低估人家的实力了 过于高供我的实力了 后来我就发现这一对 这一对四中毕业生 我跟我的学生讲 我说虽然咱们很早就出局了 但是他们见证了 四中培养出来的疯人 狂人 什么样 这种感觉 他愿意特别热情的去做事情 他做事情 有的时候不计代价 不计后果的 如果你总是瞻前顾后 小心翼翼 你就发现你这个人大气不起来 我也不是说你们就应该都像这几个疯子学 我也没学到 我学完了 我媳妇给我急了 我拿两万五拍他 我估计我准二百五了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的是 如果我们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 有探索的欲望 有这种闯劲 有尝试的这种感觉 非常爽 跟我这当志愿者的高一小孩 最后都就跑到我的面前说 本来说觉得这玩意儿没什么劲 后来发现今年这个新年过得太有意思 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个月 用两个小时就为贫困地区挣了两个图书馆 你开什么联盟会能有这有因 我最后的拍品是什么 我那拍品 我说最后拍品是我上去拍的 我第一个拍 我前面拍的都是物质文化遗产 我说下面我拍两件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随后的新年舞会上拍校长和书记的一支舞 校长的那舞现女生拍 书记那个舞现男生拍 最后把书记拍了四千 把校长拍了五千 分别有人愿意拿四千和五千 让校长书记请我跳一支舞 这特别好玩 我觉得这有钱没钱单说 但是这种玩法 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奔放的想法 你们将来在各自的领域当中 都会有所成就 我衷心的希望今天的年轻人 不要一辈子就甘心去做庸庸碌碌的 去当公务员 每天早上九点半 九点上班 下午五点下班 中午一个小时的休息 吃饭的菜谱都是领导规定的 然后来一点灰色收入 干活不太累 回家看孩子 没劲 没劲 我希望你们能够活得有滋有味 丰富多彩 当然脚踏实力是很重要的 好 把这些都说清楚以后 我们接着来看这场革命的爆发 1629年的时候 到1640年 整整11年 查理一世实行无议会统治 因为他太烦这帮人了 这帮人的存在完全不考虑国王的尊严和国王的利益 他们成天老考虑那帮暴民的利益 这让国王无法容忍 最终他实行无议会统治 长达11年之久 但是1640年他必须要召集议会 因为苏格兰叛乱了 苏格兰是他老家 那出现了人民起义 他为了筹集军费去镇压苏格兰叛乱 被迫召集英格兰国会开会 但是国会一开会 第一件事就是限制王权 限制王权 并且逼迫查理一世杀了几个亲近的大臣 查理一世想说 我以这种方式来表明国王的合作意识 可以了吧 你们赶紧给我通过我的征税法案吧 居然这帮人还不通过 还要通过一个宪章来限制王权 最终国王大怒准备带兵去捉拿议员们 没想到铺了个空 现在大家记住啊 1642年的时候 当国王带兵冲入议会下院 去捉拿议员不成功的时候 这个革命就已经从议会斗争变成了战场上 刀兵相间了 是国王挑起了那一战 从那开始直到今天英国国王不准踏入下院 直到现在有这个规则 所以你看现在的英国国王 英国女王不是伊丽莎白二世吗 他当然他终生没有进过议会下院 但是从这再往上属 上一位进入过议会下院的国王 就是被砍头那查理仪式 中间从未发生过例外 这个体现了英国的一个传统 这1642年直到今天了 那么在后来的这个议会斗争呢 议会和国王的这个军事斗争当中 国王的背后靠山是苏格兰的贵族 还有英格兰的西北部地区 其实国王的军队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国王的大本营一度设在牛津大学那 那这牛津距离伦敦大概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 在伦敦的西边 我去牛津那参观的时候发现了 国王在这驻兵的一个纪念碧 只有这么紧威胁伦敦 而议会军仰仗着可以说充足的财力 还有就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这种大趋势 源源不断的有新的这种力量投入 最强大的当然是科伦威尔率领的新模范军 最后在战场上两次打败了国王 第一次把查理一世逮住了 查理一世跑了 学伟小宝 教弟姆又跑了 第二次又把国王逮住了 国王又跑了 这种跑的功夫很强 第二次跑了以后 查理一世万念俱灰 他决定不当英格兰国王了 不带你们玩了 我回苏格兰了 我不还苏格兰国王呢 同时当着两个国王就回苏格兰让起义人民给抓住了 你想他正好要镇压人家是吧 人家把他给逮住了 苏格兰人民也很奔放 把自己的国王给抓住了以后 他们想英格兰也要他 苏格兰也要他 我们手里有他 我们如果把他审判或者处死 我们得不到任何好处 不如我们把他卖给英格兰 于是苏格兰起义人民把英格兰和苏格兰共同的国王查理一世卖给了英格兰 英格兰议会花一笔钱 把他赎回来 审判他 查理一世根本不在乎 认为你们这帮暴民 你们怎么配审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 我是神 我是神的使者 绝对的那个从容不迫 大度至极的感觉 誓死如归 你就欠磨磨磨党万岁了 但还是给窃了 还是给窃了 他到死都不认为自己错了 他认为都是你们这些人错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英国议会处死了国王 处死他 这个起诉官和这个刑刑者 后来都被清算了 那个起诉官后来被肢解了 就活着给肢解了 把他的身体各部位拿到各地去展览 说这就是弑君者的下场 你们将来高三学完了以后 有一本书叫弑君者 就叫弑君者 那本书翻译过来了 实际上就是写 就是查理二世后来反公道犯的事 那太血腥了 把查理一世处死 这是1649年的事 到1660年斯特亚特王朝复辟 中间还有这么11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们叫他英吉利共和国 是吧 他把国王处死了 废除了君主制 建立了共和国 可是我们知道 世界上当时并没有像样的共和国 非常不稳定 而且很容易造成那种打着共和旗号的军事独裁 11年的共和国里有8年 实际上是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 大家需要知道 克伦威尔就任的职务叫护国主 英语叫做protector protector就是保护者 保护人 我是一个国家的保护者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废除了议会 他不是不开议会 他根本就把议会驱散了 实行无议会统治 换言之查理一世想干 而干不成的 他全干成了 这就这么一个 他手里有家伙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没办法的事 谁也惹不起的 他就是一大军阀 一大独裁者 但你说这个独裁专制 尤其是军事专制 它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吗 或者说克伦威尔 能不能叫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 你需要注意 你不管他采用什么方式来统治 你需要看他在位期间干的事 是不是有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他对内例行清教法规 他本人是清教徒 我们知道清教徒在这个时代 就约等于资产阶级 清教徒的那些做法 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 对内例行清教法规 大力发展工商业 你觉得这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吧 对外征服苏格兰 征服苏格兰 把英格兰苏格兰合成一个国家 并出兵打英核战争 第一次英核战争就是他打赢的 换言之 英国开始挑战海上霸主 海上马车夫荷兰 并把他打败 这是克伦威尔开始干的 我们前面提到过 英国最终成为海上霸主 经过至少三关 第一关打败西班牙 第二关三次英核战争打败荷兰 第三次是在反法同盟当中 领导反法同盟打败拿破仑 直到1815年才把拿破仑彻底给做掉 那就是19世纪初了 英国才最终奠定了他绝对的霸主体位 从海上霸主来说 1588年到1815年 这差不多200多年的时间 这里边克伦威尔是有巨大贡献的 颁布航海条例 保护英国的海外贸易 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坦白的说 像克伦威尔这个人所做的事 虽然都是用独裁 军事独裁的方式来做到的 但他客观上非常有利于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我们叫他资产阶级的独裁者 这就出于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 政体里边有没有君主专制 我们老说资产阶级的政治 资本主义的政治 都是民主政治 这句话你要小心 如果说都是的话是不对的 克伦威尔就是个例外 肯定这例外不多 还有一个比他更牛的例外 华盛顿怎么能是 华盛顿当然是民主了 华盛顿什么当过华盛顿的一世 还有一位拿破仑 拿破仑是不是资产阶级的皇帝 拿破仑是比克伦威尔更是 更主名 因为克伦威尔是无冕之王 他只是弄了一个护国武当的 而拿破仑是正宗的皇帝 他恢复地制 实行绝对的军事独裁 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很著名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下决定的上层建筑 也不百分之百是民主 也不是百分之百是民主 他也有这样两个例外 但是主流是什么 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 克伦威尔在1658年死去 1658年死了以后 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护国主的葬礼 他的尸体被埋在 威斯敏斯特教堂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专门埋葬英国王室和这些贵族 还有一些重要人物 就全是顶级的名人 他的墓也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 我去西敏斯教堂的时候 就在伊丽莎白伊士墓的后边有一个凹进去的地方 那有五位英国空军元帅 就是二战英国空军元帅的排位 往后退一步 脚底下踩着的就是克伦威尔 当时吓我一跳 上面烫了我脚 这是克伦威尔 底下这么大块方砖 写着奥利弗克伦威尔 当时后来说他的尸体已经不在底下了 那是一个名牌 证明他当时葬在这 后来查理二世回来 不把他掘出来以后 鞭尸吗 斩首吗 他的尸体就在乱葬崗子里就找不着了 但是那颗人头一直还在 那颗人头就是 他实际上死的时候 做了一个石膏面具 根据那个石膏面具 现在那个面具在牛津大学的阿什莫尔博物馆里边 我这次看到原件了 感觉非常好 然后我跑到剑桥大学 去找他那颗人头的埋葬地 他那头后来被悬挂在伦敦的那个铁桥上 悬挂了几十年 有一次是被雷击了 从上面掉下来了 他说找不着了 反正这就成了一把枯骨 一个骷髅头 最后就在民间流传 当做一个收藏品 直到他死了三百年之后 1960年 被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的叫做Sedney Success College 把这个学院把它收回去 然后埋葬在一个秘密的地点 网上有图片 说那是这个人的 是科伦威尔的头颅埋葬在这里 那天我去剑桥的时候 因为天晚了 英国不是纬度高吗 四点钟天就黑了 所以我没找着 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他将鼓励我再度访文剑桥 这太好玩了 我就希望到处找人脑袋玩 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所创立的制度 他在英国历史上的贡献 是需要我们认真去考虑的 一个军事独裁者死去 他的这个位置还在 是吧 有没有人能够代替他 在才能上 在军事能力上 在威望上 在功勋上 能够跟科伦威尔相比较 英国就没有 没有这么一个人就出大麻烦了 我们中国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有一位著名军阀死了以后 中国就陷入军阀混战了 袁世凯 老袁一死天下大乱 对不对 老袁在的时候没有人敢反他 反他也没用 他在北洋戏里边绝对说一半 那是他一手创建的 对不对 但是他一死 冯国章 段祺瑞 包括张作霖 这一个一个的都扭起来 谁也管不了谁 中国就陷入大乱 对不对 英国当时也有这感觉 因为克伦威尔的儿子 理查克伦威尔是一点 道乡村的点 废物 一点又没有 屁孩什么也不懂 也没任何功劳 让这帮骄兵汉将保这么个玩意 开国际玩乐的 这帮人把他实际上就给废了 要把英国给瓜分了 大家想一想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主义经济一定是一种什么经济 咱们前来说过 资本主义经济一定是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要想获利必须有什么 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的目标是我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 对不对 我要想获利必须在哪获利 市场里边 市场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是绝对必要的 市场是统一的好还是分裂的好 当然统一的好了 你现在可能能够感觉到为什么资本主义 发展起来以后世界逐渐走向统一 它需要市场 如果英国任由这些军事割据者各占一方的话 市场将受到巨大的影响 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会资本主义是很现实的 他们不管谁来统治 只要你能够让我踏踏实实在一个统一的英国里边做生意 我有钱赚就行 想来想去 没有能力的差别 没有军工的差别 没有威望的差别 但是有血缘的差别 英国 在历史上英国常年是王权统治 王室的血统十分的高贵 即便把查理一世给切了 当时人们心中也是坠坠不安的 当年有一位支持革命的一个新贵族 曾经说过一番话 他统拽了议会军跟国王打仗的时候 他说过我们打败国王一百次他还是国王 国王只要打败我们一次 我们就是断头台 就上断头台 明白什么意思吧 你就是把国王打败 你把他杀的他也是国王 活着是活着国王 死的是死的国王 这个血统在这摆着 英国人在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统治者的时候 本能的想到了把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给弄回来 查理二世当时就在荷兰流亡 在荷兰流亡 议会派人去跟查理二世谈 谈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了一个布雷达宣言 布雷达宣言说查理二世承诺保证不反攻倒算 如果反攻倒算就这么着 反正说的一大堆承诺保证 于是英国议会决定迎请查理二世回来做英国的国王 让他赋予他全权 这样一来查理二世就有了反攻倒算的资本了 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克伦威尔给刨出来了 你不能藏在我们 你不能埋在我们家的教堂里头 刨出来 出于死刑 死鬼再看一回 然后开始反攻倒算 查理二世这个反攻倒算 应该说没有绝对的超出英国资产阶级的预料 他们虽然感到不满意 但是基本上还行 也别把查理二世想的就是一封建君主 在这我希望你注意 斯多亚特王朝的复辟 跟后面法国大革命里边那个波旁王朝的复辟 有一个共同点 你在旁边可以标注一句叫 是旧王朝而非旧制度的复辟 明白这意思吗 是旧王朝而非旧制度的复辟 换言之 英国的制度还在创新当中 查理二世也干了好几件好事 举个例子来说 他在位期间兴建了英国皇家科学院 英国皇家学会 就是他在位期间建的 而这个学会到今天还是世界科学的最前沿的组 像牛顿这样的人 就是都是这会儿进去 好把这弄清了就行了 查理二世总体上还是信手诺言了 虽然把几个把他爸爸亲手做掉的那些人 给他反攻倒算了一下 但是没有大面积的做这种反攻倒算 可是他死了以后 就是1685年 他弟弟詹姆什二世继位 这詹姆什二世要命 他是个天主教徒 你需要理解 咱们讲了半天宗教改革了吧 天主教在英国统治 是被亨利八世给废掉的 那是国教 国教里边又出清教 清教发动革命 现在清教是英国的统治性宗教 你要把它恢复成国教就已经是倒退了 而詹姆什二世要把它恢复成天主教 因此英国的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能容忍 最终当他们万念俱灰的发现 詹姆什二世铁树开花老来得子的时候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受洗禁了 加入天主教了 他们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叫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这是西方人的一个说法 当年我上学的时候给批的一塌糊涂 说什么叫光荣 这能叫革命 不流血能叫革命吗 这个思维是比较变态的 这个革命在西方人看来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不流血 请了应该说是詹姆什二世的女儿和女婿 就是荷兰的执政威廉 来做英国国王 这女儿女婿共同担任英国国王 把老丈人老爹给驱逐走了 从这角度看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这闺女反老爹是一门灵的 这老爹带着他那小孩子跑到法国去逼那儿去了 英国从此确定了一个新的统治 但是我需要你注意 这个威廉和玛丽这两个人还是斯图亚特王朝 明白这意思吗 还是斯图亚特王朝 他们的女儿就是安妮 后来又担任了安妮女王 那个还是斯图亚特王朝 安妮死了以后 斯图亚特王朝才最终无后国出 他最终没有后世了 这个一直都是 1688年这个革命成功以后 英国议会再也不相信国王的承诺 这种空口白牙的承诺没用了 所以他们制定了一部法律 叫权力法案 对吧 我们需要在这做一个标注 这权力法案非常重要 我们书上明确的提到权力法案 以明确的法律条文来限制国王的权力 保障议会的权力 对吧 他确定一个基本原则 叫法在王上 一样 王在法下跟法在王上不一样 那么这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刚才提到的宗教改革里面提出来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那么这会儿到了资本主义的这个近代政治体系里被发展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国王是不能够例外的 国王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制约 他的立法权完全没有了 他还有一定的行政权 但是行政权必须要受议会的这个制约 他维持常备军的权力被取消了 他任意征税的权力被取消了 这些都被转给了议会 实际上议会已经明确的说 国王处于一种渐渐渐趋于统而不治的状态 但是统而不治这个状态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变化以后才形成的 不是说从威廉和玛丽这就已经国王没有任何权力了 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英国的国王 我们刚才提了在安尼以后 斯图亚特王朝就终止了 一会又去全世界选国王 在全世界选国王的时候发现 在德意志的汉诺威地区有一个选帝侯 那个选帝侯 他的这个君主叫乔治 乔治请过来做英国国王 很简单的道理 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发达的大国了 而德意志有几十个这种小国家 乔治王只是其中的一个 他虽然名义上叫神圣罗马帝国的选帝侯 好像有资格能当皇帝是吧 但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常年被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给垄断了 所以说白了他打剩下的就知道自个是一个永远选不上的选帝侯 这种人没什么野心 本来想潇潇摇摇的过一辈子 突然有人敲门当英国国王 你看怎么样 挺赚的 就去了 去了发现不会说英语 请你记住 不会说英语问题很严重 不会说英语 你去参加人家的讨论不是瞎掰吗 您从大老眼德意志过来 在英国没有任何自己的后台 没有自己的根基 没有自己的军队 权力法案还限制你这限制你那 最后这乔治王很识趣的就创造了一个先例 说那我就不参加你们的会了 你们开你们的 开完了以后 你们派个人来跟我唠唠嗑 跟我说说就行 这样英国的内阁开会的时候 国王不再参加 直到今天形成惯例 开完会以后 总得有人把形成的决议送到国王那去 请国王签署 对吧 这意思还得履行一下 这个人往往就是内阁的首脑 我们今天管他叫首相 对吧 这就是干这个的 乔治一是跟他儿子 乔治二是都是这状态 只会说德语 不会说英语 也懒得参加议会的讨论 懒得参加内阁的决策 而且形成一个惯例 就是国王不否决议会或者内阁的决议 因为他根本没参加 他根本看不懂 他也不好意思否决 这形成惯例对今天有大用 我这次去英国的时候就晚了点 我要再早上半个月我能赶上英国议会开幕 英国议会开幕很逗的 伊丽莎维二世女王跟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这老夫妻俩太让人羡慕了 六十年的结婚了都 俩人要坐着童话般的那种马车 皇家马车 从白金汉宫到英国议会去 在议会的上院 我说他们进不了下院 议会的上院有国王的宝座 国王将就坐 带上他那个王冠 那个王冠叫圣乔治官 带上王冠 表示我是大英帝国的最高的国家元首 当他们就坐以后 国王有一个侍臣 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衣 拿着一个黑色的权杖 这个杖上两头是纯金打造的 这个叫做black road 就是一个叫做黑杖 这个黑杖将迈着稳妥的步伐 从上院走到下院 他在一个建筑里边 走到下院 当他逐渐走到下院 门口的时候 下院的大门会猛然关闭 就有的时候能能把那种鼻子插上去夹上 他就往这走 就给他挡上 然后他拿这个黑杖 金头去敲那个门 一敲 里边就会打开一个小门 看看黑杖来了 身后有没有军队 没有 打开大门 这就是每年英国议会演这么一回戏 打开一会 发现后没有军队 然后这黑杖将走进议会下院 谦卑的说 国王陛下已经就坐 他在传照他的议员们 然后转身走 然后这帮下院议员在那里坐着 什么字都有 就爆发出一种爆笑 那爆笑里边掺杂着各种各样的声音 其中最主流的声音就是We are the people 我们才是人民 你这什么玩意 你逗人都玩的 大家跟早事散极日的那种 拎着白菜 递着鸟笼子 什么德行都有 首相也在里边 呼噜呼噜 一帮人就奔上院过去 但是在上院你会发现 两边坐的都是上院的贵族 穿着大红袍子 戴着假发 林顶辉煌 那感觉跟诸世纪同化似的 然后这帮下院的地的窝窝 德行就过来 没他们的座位 在那有一个栏杆 这帮下院议员就站在栏杆底下 这时候下院的议长会把下院通过的一个法案 一个施政声明提交给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她将跪下 顶着施政报告 女王将接过来 开始念 今年我的国家什么什么样 我的政府做错什么 我如何如何这样 念的全根是我怎么怎么着 但那词都是下院人写的 他一个词都不许改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面对下院 面对议会 面对内阁 所有的这些决议 她只有一个权利 就是当下院把这个决议承介给她的时候 承递给她的时候 她只能说一个英文单词 叫approved 叫approved approved就批准 批准 她一次都没有 她在位快60年了吧 她1952年登基的 马上就60年了 老太太一次都没有说过disapproved 她只要说一次 英国宪政立刻土崩化解 估计她只要说disapproved 然后议员们就呼噜呼噜回去 讨论罢免国王的问题 咱改共和国了 你会发现 英国王室跟英国的议会 现在在维持着一个很微妙的关系 有人觉得多浪费 养着这么个玩意儿 多浪费 可是你知道他也能赚钱 你知道吗 比如说明年 威廉王子将结婚 结婚的地点肯定是威斯敏斯的教堂 肯定是全世界直播 肯定吸引大批的旅游者过去 他们已经都算好了 威廉和新的 那人叫什么 我忘了 卡特尔叫什么玩意儿 否则一大傻丫头 这俩人一结婚 至少能给英国带来几十亿英镑的收入 就各种转播费 你知道吗 英国女王每年出来这么一回 她当国王58年了 当女王58年了 就三次缺席议会开幕 是因为她生了三孩子 女王她总不能挺着来 那玩意儿有点太不方便 我们照顾妇女 其他就是她真实的履行着她的宪法职责 她玩得很担心 你知道吗 玩了五多年了 她知道是假的 我说没用 老百姓也知道是假的 大家哈哈一乐 觉得太好玩了 可是留着她到底有什么用 一是外交上可以有用 二是国际的公益事业有用 三是对英国内政也是有用的 如果咱们提到过 这个议会的京京或者首相这些人 与人民发生了某种冲突的时候 那么国王是一个很好的调解人 实际上英国人是花着一点点钱 来养着一个传统 他象征着英国在近代化的历程当中 没有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 我们中国在很多时候是有着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的 一革命就是咔一刀砍断 要不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妥协性 软弱性就出来了 人是不能跟自己的根一刀两断 我还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英国人在革命的过程当中体现出一种大国的雍容和智慧 与之相比较 法国的革命非常激烈 但是法国革命给人的感觉 现在的成果上来说 在世界历史学界反映出来 差太远了 我们大概知道英国的君主立宪是这么一回事 责任内阁实际上就是君主立宪的一个产物 责任内阁跟内阁有一个区别 内阁这个词实际上还是从中国开始的 中国什么时候有过内阁 明朝就有内阁了 但是内阁不是责任内阁 责任内阁意味着内阁向议会负责 而不是向国王负责 中国的内阁是向皇帝负责的 明白吗 所以中国的内阁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处 军机处是皇上的传达室 这是跟人家责任内阁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英国一场革命给世界近代政治创造了哪些新的制度 君主立宪制是他创的 责任内阁制是他创的 两党制是他创的 两党制是他创的 事实上联邦制也是他创的 联邦制 英国是个联邦国家 所以原来有一道题考 说美国是不是第一个联邦国家 不是的 如果他要选美国是 那是错的 英国是个联邦国家 太久 好 把这个挤清了就行了 时间是不是到了 好 幸福了 咱们待会还继续熬战 咱们待会再来